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 这个台湾台商进入大陆 这个台湾的经济有了一个 在大陆有了一片新的比较大的空间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使得这个台湾的经济 在最近这几十年来越来 对这个大陆经济的一分度增加 这个呢过去说是叫台商西进了 那么这个过去的对美国的出口 就转向大陆 现在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样一个背景下 其实这个情况就在改变 所以这个蔡英文也提出来 所谓叫新南向 就是要往南边发展 跟东南亚国家去考这个贸易 搞这套东西搞出口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 现在马上转 效果还不明显 所以呢可能这个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 蔡英文他这个 他这个这套路数 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 马上解决当下的问题 这个呢也引起台湾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不满 所以大陆呢 确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后 对台湾的农产体 对这个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 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 这样呢一个就是导致这个 台湾的农民可能得不到使用 那也就会对蔡英文政府呢 有很多的不满 那么这一点上也会 就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旅游业 自从蔡政府上台以后 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桥 这个手法呢 其实跟这个这次中美贸易战 中共去打击美国的农业地带 比如爱阿华州 就是这个川普总统的 这个老家这一带 是农业区域 这个手法其实在过去 对这个蔡政府的打击上 也已经使用了 这次呢是重新再玩一点 那当然这个台湾的经济的体量 和美国的经济的体量 这个实力那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所以呢这个给台湾造成的困境呢 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 用经济的手段 撑住了国民党来去逐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看到的 那么未来民进党的前景 确实不容乐观 因为这个除非民进党跟大陆 也做某种勾兑 就是在这个最大陆的这个问题 是有所勾兑 不那么就是坚决的 秉批小而共识啊 什么这一套 就是继续搞台独路线 那可能呢说这个中共呢会有所放松 对于台湾的经济的遏制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现在中共是把经济手段 用在这个政治斗争上 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 但是我觉得台湾老百姓 就以大陆现在的这种政治的腐败 这种黑暗来看 就是你光用经济手段 光用经济诱惑 还是换不得台湾的民心 所以呢即便台湾老百姓 把票投给国民党 并不等于支持这个 现在立刻就跟大陆统一 如果大陆的政治制度 没有新的改变 没有革新的话 我想台湾老百姓 不会愿意统到 这么一个体制之下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吃心忘想 好